这里就是我们在中国武汉的一个一处住房 就这样看表面上看还不错 有绿树 还有一点点草坪 就是不能仔细看 这还不用仔细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垃圾站 这楼上就住的人多脏啊 好在我们家不在这边 然后这些 这就是 这个植被旁边的东西 乱七八糟的 这还不算 更可怕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现在晴天 可是听起来就像下雨一样 身上又淋的是水 这里都是潮湿的 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楼上的空调 全部滴滴答答的 就往下淌水 这个地方就更可怕了 已经淌到水就积水了 全是空调的 从楼上往下滴 这边就全水叮咚响啊 看这空调滴水的情况 这臭烘烘的也不知道是下水到 密封不好还是怎么 就这样看啊还很不错的 中间还有一个中心花园似的 都不能洗看 砖都是有脱落的地方 这边呢 就是小区里边的人 停摩托车啊 电动车呀 这还天天有人在打扫的 这样的地方呢 也是这个店子 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其实这个小区时间并不长 我们是06年买的 还没有到20年 我们家对面的一户人家 每天从他们家出来的垃圾 要不就放在门口 要不就是滴水 滴得到处都是 我们等一下上去看 看看这一家 这一家的水 每天呢 他家里头 光照不清楚 一直躺 从这边进到电梯 然后下去 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然后东西就堆在这边 就是他家的花盆 以前这边都是他家堆的洗 也这样啊 怎么 跟物业说 物业要他扔 他不扔 他说他要用 可是他就要登到 扔在公共的地方 这样的素质怎么办呢 好我刚刚去领取了 这个快递 快递倒是很方便 真的很好 这个行业 国内是真的非常领先 好回来了 回来了就要换血 每天因为在外面 你一不小心就踩到水里去了 不小心就踩到泥土去了 还有小胡姐说的 一不小心就踩到狗屎了 对 狗屎真的都 真是很恶心的 没有素质 没有办法 那有的人说人多了 没有办法 其实就是素质 无论多少人 这不是人口密度 该有的事情 我们家里头还不错 小胡姐每天都擦地啊 把家里这个地板 弄得光光亮亮的 所以我妈妈住在这里 还行吧 可是我刚刚回来的时候 的确是不习惯 大家一定不能喷我 你就是没办法 这个家里头 家里住的是四周 还是武昌 很中心的文化中心的地方 就是手艺广场 就是皇后楼下 但就是这样的 特别是路上 坑坑洼洼的 狗屎特别多 越臭 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我是武汉人 我对武汉是很有感情的 但是越是有感情 越是希望 它能够发展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要敢于说真话 我对你来说真话 我对你来说真话 我对你来说真话